Hello 這個是鄧俊文 我是鄧俊文 Hello 我是鄧俊文 你介紹自己的自己 沒事 開始吧 我自己就一定是 羽毛球是擺第一的 因為我覺得 這些所有的東西 都是羽毛球打給我的 自己其實最喜歡的是打球 額外這些東西 只是可能 當作是 bonus 可能 其實有或者沒有 我也沒有所謂 因為我覺得我們是 不要忘記自己的初心 我們是為了打球而打球 所以 一講起這件事 這次我是 很開心奧運之後 真的 香港人去認識運動員 不是因為 那個運動員 漂亮不漂亮 身形好不好 是真的專注 運動的成績 那個表現做得好 我覺得 真的不同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很 感動的一件事是 就是 我從小到大的夢想 都是 參加奧運 現在是 可以參加到之外 成績都不錯 對我來說 都是 意想不到的 你小時候有沒有想過 是要 男生 或者 男生 去奧運 都沒有 做人很膚淺 參加 不用羽毛球 可能下屆 電競 可能下屆 再下屆 什麼時候才有 不知道 打運有的 是嗎 要參加 兩項 第一項 第一項 十字步 哈哈 加賢尊 哈哈 OK啊 做得很好 首先 很感謝 大家 這麼 支持我們 經常都鼓勵我們 那 如果 我也覺得很抱歉 因為可能 我不可以每一個去 回覆你們 那 就是 希望大家都 會體諒我們 但是我們 可能 用我們球場上的表現去 去報答你們 是的 謝謝你們 可能我們有 每一場球 打這麼多場比賽 總有落後 或者很 很劣勢的情況 那我們都會 盡量最大的努力 去 頂 最後可以反省到 那 他們都有跟我們說 不放棄的態度 對他們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除了運動 比賽之外 其實人生 都一定有低效的時候 那 都要 抱著這個 不放棄的 心態去做好 那就 什麼都有可能 請留意更平 Sports Pro Junior報道 Cyda 拍什麼 知道了 你為什麼報館 你們做到我叫我 問你為什麼報館 拍 拍什麼 save 對 不